大家下午好,歡迎收看活力加油站,我是佩佩 我是維冰,是的,今天天氣非常的熱 今天我們有這個主題,有好康要介紹給大家的 因為今天介紹的東西是世界上一個純正的東西 它是永遠都不會壞的食品 是的,沒錯,那就是蜂蜜 可是說到蜂蜜這個課題,很多時候 你知道嗎,如果你去一些餐室吃東西的時候 就有一些人跟你兜售蜂蜜,你想買的話 你又不知道敢不敢買 很多人會跟你說是野生的 然後聽說野生的當然就是很好 但是我們又覺得說像我們這種對蜂蜜一知半解的人 又不太了解 所以我就覺得很頭痛 再加上除了蜂蜜以外,好像就有蜂黃漿 還有什麼其他的蜂 對,最像是最近一個 從原本是很有公信力的國家出產的一個 這個蜂蜜糖最近人到了沸沸揚揚 對 因為發現裡面有微禁超標的含量 沒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分辨 怎麼樣是真的或者是適合我們的蜂蜜呢 今天我們是請到我們的蜂蜜達人Cathy 來跟我們好好的介紹一下 讓我們可以深入的了解蜂蜜的功能 然後什麼樣的蜂蜜對我們比較好處 Cathy你好 Cathy你好 我們現在達人都請來了 沒錯 那其實我們剛剛講的像蜂蜜啊 因為它有很多的像品牌啊,名字啊 我們真的搞不懂我們這種Honey 所以到底其實這個Honey蜂蜜有多少的種類呢 蜂蜜真正的如果我們要去區分它的話 第一呢,我們可以用它的蜜蜂的蜂種 蜜蜂的蜂種 嗯 意大利蜂 馬上有意大利蜂 意大利蜂其實是進口的蜜蜂 哦 進口它不是從意大利來的嗎 他們把它叫意大利蜂 其實現在很多從那個澳洲啊 還是那個台灣啊 還是那個泰國啊 那邊過來 其實那個蜂種是因為它的產量會比較多 可是其實它不是很適合本地的氣候 哦 好 那緊接這個問題要問Cathy 就是大家有一個誤區 就是說 外國進口的蜂蜜會比本地的好 對 正不正確 好像沒有什麼污染啊 或者是應該說 他們的這個鑑定 或者是說 比較品質 比較嚴格 所以好像就是比較好一點 OK,來 我們想如果蜂蜜的品質 蜂蜜的品質好不好 第一呢,我們要看它的蜜蜂本身出產 它的環境 可是如果我們真正了解蜜蜂的生態的話 其實蜜蜂本身呢 它是有機的 哦 它如果是有環境有污染的話 它不可能生存 哦 所以呢 蜂蜜本身是好的 對 不管你是在哪一個國家 不管你在哪一個國家 而且我們本地的人呢 我們吃本地的蜂蜜的話 因為它的蜂蜂粉呢 是比較適合我們當地的 本地的天氣的是嗎 對 這個就是適合我認同的 我上次覺得說 吃什麼都一樣 就算是吃水果 其實本地水果 應該也是比較適合我們本地的人吃 對 我們的體質 對,它的天氣跟天氣 我們的體質都比較適合 對,所以很多人說 我們本地人應該多吃季節性的水果 那麼我們蜂蜜的話 我們馬來西亞的得天獨厚 我們也有很多的蜜蜜 嗯 其實馬來西亞真的是很大 受污染嗎 其實 馬來西亞如果是你講 在森林裡面是不受污染的 對啊 像我們很多是吃森林啊 還有這個 距離那些工業區 或者住宅區比較遠的地方 但是我們有每年一個很嚇人的季節 就是我們的煙霾季節 煙霾季節 對我們真的影響很大 好像去年的差不多整兩個月 我們幾乎都採收不到蜂蜜 OK 因為為什麼蜂蜜也 那個迷路了 蜜蜜也 因為煙霧的關係 他也找不到方便 其實KD說蜜蜜找不到吃 啊 找不到吃啊 是真的 所以Kathy你剛才跟我們講的 就是在馬來西亞 很多不同品種的 像這些蜜蜜 像大颱蜂 馬來西亞什麼土蜂等等 還有一種是雲蜂 對雲蜂 雲蜂呢 是現在在我們馬來西亞 炒得火熱的 一個蜂產品 我們把它叫樹蜂蜂 這種蜜蜂呢 它的那個炒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你剛剛拿過來的 今天早上我才採收的 這個馬來西亞叫什麼 馬來西亞叫Kalul 有一隻蜜蜂耶 真的有耶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沒關係 我們給這個鏡頭看一下 這蜜蜂剛剛出來 兜了一圈然後又跑進去了 等一下我要把它帶回家 帶回家 對對對 有嗎 看到它在爬進爬出 像這種雲蜂啊 什麼大排風啊 它的分別是在哪裡 像這個雲蜂它是最好的嗎 還是說我們怎麼鑑定說 這個就是它是來自什麼蜂 又對我們身體有什麼好處呢 以我們這個十多年來的經驗 在於這個不同樣的蜂蜜 它有不同樣的療效 是 像比方這個 我們叫雲蜂 或者叫樹同蜂的 我本身的經驗 它對於呼吸氣管非常好 它本身的有機酸非常的高 礦物質也很高 是像我們這種鼻敏感的人最好啊 對對對 對鼻敏感的非常好 還有哮喘的 都非常好 當然你吃的方法要對啦 如果是在鼻敏感的情況下呢 你就直接吃 直接就是一個茶匙 對對對 直接吃 就是不要摻水 一天吃幾次呢 一天可以兩次三次 真正吃蜂蜜的方法 我們可以跟著我們的體重 每一公斤的話呢 一天就一顆到兩顆 五十公斤 如果你拿一顆就五十顆 如果你拿兩顆的話 就一百顆 就是一天的量 但是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因為像我知道那個蜂蜜呢 裡面有很多的這些 酵素啦 或礦物質啦 或是維生素等等之類的 就是 都是對我們人體很好的 而且我們可以吸收的 但是比如說像那個 糖尿病者的話 是不是就有一個 大家就覺得說 是不是我就不能喝 因為有糖分嘛 對 這個是 就是 時常我們面對人家在問的問題 對 然後我有糖尿病 我怎麼吃啊 你不要介紹我吃蜂蜜 你會害到我 人網那一顧客都會這樣子在說 那麼糖尿病病人應該怎麼吃蜂蜜呢 我們講糖尿病人是否 他真的不可以吃糖嗎 我應該是不對吧 對 因為高血壓的人 醫生會告訴你 少吃一點鹽 對 可是呢你不可以完全不吃鹽 對 所以同樣的糖尿病病人 他們可以吃蜂蜜 他要選好的糖 蜂蜜屬於好的糖 蜂蜜裡面的成分有果糖跟葡萄糖 好 那麼這種糖分混合起來 對糖尿病人是有好處的 我們當然他吃法要對 他要選擇對的蜂蜜來吃 比方說糖尿病人 我會建議他們吃這個三苦瓜蜂蜜 因為第一他的甜不會太甜 乾乾的對不對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他的有苦瓜 苦瓜對我們的胰島素都有很大的幫助 對 還有一種蜜比較不甜 就是雲蜂蜜 雲蜂蜜 這個雲蜂蜜也比較不甜 對 就是剛才我們在介紹這個雲蜜 對 雲蜂蜜 那麼他們可以配搭來吃 當然我們也有一個配方 就是說如果他吃對方法配一些 我們講蜂蜜有一個就是說 他如果是入藥能治百病 這個是千古語來講的 對 可是Cathy我們怎麼分辨它是苦 不是 就是說我們去買的時候 他已經就會寫說什麼苦瓜蜜啦 森林蜜啦 什麼雲蜂蜜這樣子的嗎 我們就選擇適合我們自己其實需要的 是不是 對 就是說在那個蜂蜜上面 它是有寫的這些 有標籤 有標籤的對不對 他們一般都有標籤嗎 是 一般上我們都有做這個標籤 普通上外面的可能你會看到 人家拿著這樣子的瓶子在賣 我還以為對咯 什麼蜜就全部厚厚往下去就算 不 其實吃對蜜也有很大的幫助 比方說我本身是以前胃痛25年 我吃了這個森林蜜 我講 真的是幫到我 我胃痛25年幾乎每個月在看醫生 當我吃這個蜂蜜我胃病 25年的胃病好了 了解 這個森林蜜是非常的適合 這個就是養胃啊 對 還有樂靈人士 我看這邊也寫的是樂靈人士 是 這個呢 因為這個森林蜜呢 它本身有很多的礦物質 然後呢 老人家對腸胃方面都很有很大的幫助 對 對 所以這個 這個是非常非常棒 了解 這個苦瓜的就是什麼 熬夜跟心情煩躁的人 哇很適合我們 對對對 去火裂尿 如果火氣超大的人就很適合了 是 如果時常熬夜啊 夜睡 或者是睡眠不好 老人家睡眠不好 嗯 就是晚上睡了 喔也會這個嗎? 苦瓜蜜 很棒 我們有很多的見證 就是說那些 那些顧客老人家 他吃啊 他說這個真的是很好 幫助我睡眠 對 像我這樣多夢啊 因為身體裡面燥熱嘛 燥熱 都沒有睡好就很累 對 而且最近的天氣特別熱 尤其晚上 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苦瓜蜜呢 真的是很乾甜 是 還是很香 就是吃了 如果你可以吃苦的人 我覺得這個味道非常的棒 因為很多人覺得說 那個苦味他們就很害怕 它其實不苦 它有點乾乾 對 乾乾的味道很棒喔 有機會大家可以試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節目裡面 都有為大家準備 像那個苦瓜蜜的是哪一瓶啊? 苦瓜蜜 苦瓜的paste 對 沒有沒有 這邊有嗎? 這邊有放出來嗎? 這邊有放出來 對 這苦瓜蜜的味道很好喝 我很喜歡 然後另外呢 就是這個 安樹蜜 安樹蜜是什麼? 這個安樹呢 這個是馬來西亞特別的樹種 特別的 這個呢 我正多種的 十多種的蜂蜜裡面 這個是最特別的 它可以化糖 你吃在喉嚨裡面 它可以去糖 它效果非常好 OK 止渴化糖 還要加強免疫力喔 是 而且這是馬來西亞獨有的 馬來西亞真的是獨天 那要加強免疫的話 小孩適合喝嗎? 可以啊 小孩蜜蜜糖 對 小孩可以喝蜜糖 其實有些什麼東西 像要注意的嗎? 或者些什麼筆劑嗎? 沒有啊 基本上只要它沒有 對於花粉敏感 都沒有敏感 不敏感的話都OK 沒錯 好 所以就是說呢 雲蜂蜜就是對 傷風感冒 孝患 孝患氣管 對 對 所以如果你像有什麼氣管的問題 你就喝針對性的一些蜂蜜 針對性的你會發現到 你就很有療象 嗯 得到那個療象 對沒錯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呢 等一下回來的時候呢 我們再來分辨一下 像比如說蜂蜜跟蜂黃漿的分別啦 或者是蜂蜜 還有就是它對 對 這個結晶化的蜂蜜 就是什麼樣的 我們要來認識的是 因為我發現說呢 有不同顏色 不同的質量 真的太多了 我們要怎麼去分辨 什麼樣才是適合我們的 等一下回來 來 這就表示說是我們可以吃的呢 對 如果他們不吃的話 表示說我們是不是不可以吃呢 所以今天呢 你看我們在桌上呢 我們就是有很多的這些蜂蜜 我們要請Cathy來教我們一下 我們要如何去確定說 我們吃到的是優質的這個蜂蜜 嗯 剛才你說到的就是說 那個螞蟻吃不吃 對 很多在民間法 我們在民間法通常會說 那個螞蟻 真的蜜蟻不吃啊 然後呢 放在冰球會結的 就是會結成冰的啊 那個就是假的啊 或者是放在那個杯子裡面 放一點水 然後不要這樣搖搖搖搖 搖搖搖搖一下 看會不會變什麼形狀 好像六腳槽一樣 這個 那麼這個三個方法可以不可以用 讓我們一一簡單的說一下 像比方說 螞蟻吃不吃 這個我們要了解螞蟻的生態 螞蟻本身太濃稠的東西 它是吃不到的 如果你的蜂蜜呢 你剛剛打開 或者它滴在桌面上呢 它要去吃 它是吃不到的 它要等呢 跟這個空氣呢 裡面的水分呢 氧化了 氧化了過後 它才吃得到 其實甜的東西 螞蟻都會吃的 對 包括水果甜的螞蟻也會吃 所以這一招不可以用 那麼其實螞蟻呢 不吃發酵了的東西 不吃有酒精的東西 也不吃呢 化學的東西 OK 所以呢 如果是螞蟻不吃的 我們講 我們不要吃了 對 哈哈哈哈 這個螞蟻還有不要吃了 OK 那麼還有一個就是放在冰櫥裡面 會不會結的 會結的就是假的 OK 那麼不會結的就是真的 那個方法不對喔 也不對 你不管是真蜜還是假蜜 比如說這個是合成蜜 還有那邊的假蜜 連兩罐都放在結冰喔 結冰零下呢 其實兩罐都不會結 因為零下是以冬名狀態 是 是屬於冬名狀態 所以它都不會結的 喔 那麼呢 其實真正的蜂蜜呢 它是會結晶的 我們看一下 對 它會結晶 我們用這個半結晶的 來比較容易示範一下 這是一體的意思是什麼 這是原本這樣子的一體 這個原本我們採收下來是一體的 OK 採收下來是一體的 然後當我們放久了 它就會開始結晶 蜂蜜結晶要有條件 第一那個蜜必去夠老夠成熟 沒有加工沒有煮過 然後呢 不可以是說去加熱 很多加熱是因為它們沒有熟 它們才需要加熱 如果是夠成熟 你看它這個液體狀態 是非常漂亮的 這是成熟的蜂蜜 是這樣子的 對 成熟的蜂蜜 這個沒有煮過的話 你放久了它會結晶 它就開始會結晶 就會半結晶的狀態 這個是半結晶 當結晶完了 你可以看到 就變成完全結晶了 所以你看結晶的顏色 跟液體的顏色是有差異的 因為葡萄糖本身它是白色 好 那這邊先強調一下 再次強調說 這個不代表是壞 對 這個不代表是壞 那Catty有說 這個如果是保存的法的話 它甚至可以耐上 一百兩百年都無所謂 這個 只要你關緊 不要給它漏風之類 氧化之類的 你可以放上百年都不會壞 這個是最穩定的 最穩定的 就是完全結晶 就是完全結晶 但是Catty 如果是好像它的顏色 不是這樣子金黃色的 它比如說是比較白色的呢 那是代表什麼呢 如果是你看到它結晶是白色的 白色的 那個給我們一個訊息說 其實那個蜜呢 有加工過 有煮過了 有加熱去水分 它的結晶是白色 是白色 然後它是膏狀的 不會像我們這樣殺粒的 所以就表示說可能它的功效 就沒有這麼顯著的 就是沒有這麼容易 就是我們身體就不需要吸收這樣子 比較不好的 是那個就是加工過 然後這個呢 你怎樣分辨真假 非常簡單 我們用手去戳它 對 這個葡萄糖本身在我們的體溫下 它是會溶解的 對 這很容易的 我那時候像我說 我吃過這個 就是放在一個茶匙 放進口裡面 就融掉了 它剛放進去之後 它有點像砂糖的感覺 然後一下子它就開始變成葉狀 對 就融化掉了 OK 所以那個是正確的 它是可以在我們的體溫下溶解的 了解 那這個是我們用視覺來看的 那你剛剛說的觸覺 就是可能我們在手摸了之後 它又可以溶解的 就是表示說它是真的 那比如說好像清覺啊 還有嗅覺的話 有什麼一些方法呢 所以想聽覺來說 如果你打開一根密的話 打開的時候它啪一聲 這個就是有氣體的聲音 那它告訴你什麼呢 告訴我們一個信息 如果它是真蜜的話 它是還沒有成熟的蜂蜜 然後有氣體的話 就表示說它是沒有成熟的 對 沒有成熟 然後它有那個發酵的味道 你嗅起來有發酵味 其實那個蜜 我們就不鼓勵大家吃了 那個是說它還沒有完全成熟 它就把它採下來 對 所以如果你一看的時候 就啪一個有一個氣體的 就不對的 是是 那一個蜜就告訴你 它已經發酵了 那發酵的對一些敏感的人士 他喝了會有什麼狀況呢 如果有發酵的蜜 我們是說有很多的例子 就是如果是那些老人家 或者是有哮喘敵的人 千萬不要吃 吃了它會發作 會發作 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 所以這個是青的部分 那如果說像那個嗅覺那種聞 嗅覺我們可以聞看一下 像這個 這個你可以嗅一下 它的味道的話 它是怪怪的味道 怪怪的 這一瓶是什麼 這個是合成的蜜 它本身是 其實味道也非常多 這個呢 它有一個 我們講 它有那種紅糖的味道 香 這個就有 有紅糖的味道 這個就有香精味 或者是完全沒有味道 這些是假的是嗎 這個都是合成蜜 啊 這個有香精的味道 這個就是 這個最有香精的味道 這個就是 我們常常喝的喔 我們常常喝的喔 你在超市 時常買得到 來 煮菜的喔 而且 一塊二十幾塊 對啊 這個可以拿來BBQ的嗎 這個的味道 所以你BBQ的吃了很多毒素進去 哇 幸好我不吃糖的 很壞喔 哇 這個好香喔 味道不一樣 它的香味是 厚勁的 對 但是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時候我們要去買蜜的時候 我們沒有辦法這樣子打開來 秀這個問題 我先跟觀眾分享一下 聞這個的味道是什麼 這個是那種 像我說那種紅糖的味道 那種像很plastic的味道 加工的啦 這個是什麼味道 這個就像是我們烘餅乾那種味道 很香的一個 就是你聞了你很想吃的那種味道 是嗎 有那種蛋糕的那種很香的味道 它的清香是慢慢的滲透的 不是一開出來你就覺得 哇好香喔 這樣子 它就慢慢 是很多層次的 對 這個真的是很明顯 但是這個很可悲是 這個我們是最習慣最熟悉的味道 哦 很多人都吃到這個蜜 就是說這個是真的蜜 所以他們會說這個是真的 了解 所以這個是要大家去注意的 是不是要練習啦 我覺得說你說有層次的這些味道 但是那個味道真的很少聞到 是 然後 那個真的很少聞到 味覺呢 味覺 OK 味覺來說基本上我們吃的時候 不同樣的蜂蜜帶有不同樣的味道 好 比方說我給你試一下這個蜂蜜 好 但是我很喜歡剛才Catty講的 好像是 如果是假的味道呢 它的味道 它的香味是比較死的 對 對 對 它是很單層吃的 很單層吃的 所以 我還是用回我這個 好 可以 這個呢 就是這個蜂蜜 它的蜂蜜是這樣子 如果顏色比較淺的話 我用手好了 它的味道呢 是比較清香 嗯 如果顏色比較深的話 它的味道就比較濃 這個是哪一個 這個 這個是那個 這個 對 他們是同一品種啊 對不對 同樣一品種 只是我在哪來看就是有液體啊 半液體跟結晶 就這樣子 明白 這個是來自哪裡的 這是我們馬來西亞的 馬來西亞的 對 我們在南馬區的 好 就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雲峰嗎 不是 不是 這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馬來土蜂 馬來土蜂 馬來土蜂 我們都以馬來土蜂來採收蜂蜜為主 對 是這一個 馬來土蜂 我們都是森林馬來土蜂 對 它的這個蜜圓是苦瓜花蜜 沒有 它是看有些什麼 它在不同樣的花期 就採不同樣的花蜜 是這樣子 是 季節不一樣 那個採的花就不一樣 對啊 是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是什麼 來試一下這個森林蜜 這個就是 幫助我改善了我的 這個是你的胃的 對 改善我胃的問題 這個是這個青色的那一個 對 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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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深的顏色 青色的 因為 Kathy說過 如果顏色比較淺的話 它的味道就比較清香 這個 這個我喝過 這個我喝過 在我東馬老家我喝過 東馬 東馬也有森林 對 我喝過這個 是很熟悉的味道 是 所以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完全真的 這種味道是真的 這樣我沒有喝到假的 還好 哈哈哈哈 你放心 好 我覺得說 我還是很喜歡那個苦瓜蜜 是 還有其他的嗎 沒有了吧 我們就是 我覺得說這個時候 我們還是來分辨一下 因為 在我講的時候 不是 真假我們已經懂了 通過這個嗅覺、觸覺 跟味覺 還有就是那個 聽覺 還有這個 感覺 觸覺 好 所以如果說 好像那個字面上有很多這樣 蜂蜜 然後那個蜂蜜 蜂蜜 蜂蜜 蜂蜜我以前有吃的 常常吃的 好像也蠻流行的 和那個蜂黃漿的分別是什麼呢 蜂黃漿跟這個蜂蜜 是有不一樣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蜂 OK 這一個就是蜂蜂 蜂蜂 對 這個蜂蜂 這個是馬來土蜂的蜂蜂 好 這個蜂蜂裡面就是蜜在裡邊 好 那麼當然它裡面也有花粉 有蜂王漿 這個是蜂王漿 這邊 好 紅色鈕蜂 這個就是蜂王 這是蜂王的草 好 那麼蜂王漿有什麼好 我們簡單的解釋一下 就是蜂王漿的話 這個部分 對 這個 牛靠下面那個 那個就是蜂王 那麼蜂王漿的好處呢 我們很簡單的 看蜜蜂的生態 我們就知道它有多好 蜂王呢 可以活四到六年 四到六年 普通的蜜蜂只能活一個月到兩個月 對 所以它一定有它的 就因為它吃的這個是不一樣的 蜂王漿呢 它一試都在吃 蜂王一試再吃蜂王漿 普通的蜜蜂只有三天 就是 女王一出世的蛋的時候 他給它吃三天的蜂王漿 然後過後呢 它的食物呢 就是變成蜂蜜跟花粉 所以呢 你要長命百歲 你知道要吃什麼 要像蜂王一樣 對 要像蜂王一樣 那我們也給觀眾看一下 在這個 高一點 好 我們在這個 這個角落這邊 白色的 這個算是成熟了 成熟的 已經成熟的 是已經成熟的 對 下面這個就是還沒有成熟 對 一棟一棟這一邊就是還沒有成熟 好 所以觀眾我們可以自己識別一下 對 還有這個 還有什麼呢 來 這一個還有一點你們注意一下 當你如果要整個蜂蜜拿來吃的時候 你要注意一下 天然的蜂蜂呢 它裡面是沒有這個 加工的蜂蜀 這個是人工蜂蜂 這個是人工蜂蜂 就是太整齊的 太工程了 人工蜂蜂 然後他們就會放在這個 這個一片呢 那麼那個蜜蜂就會在這個蜂蜂做一片 這樣做 它收成會比較快 可是呢 如果你要吃蜂蜜的時候 你整個吃 你連這個蜂蜂也吃下去的話 這個是化學的東西 哦 哦 所以如果天然的話 它就不會是這樣工整的 對不對 天然的 其實它的天然蜂的話 對 如果我們這樣子給它自己做的話 其實是很不規... 沒有這麼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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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可以直接吃下去了 這個可以直接吃 這個整個都是蜜蜂自己做的 是了解 對比一下 是的 這個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 還有一點 你不要看到蜂蜜就是認為是真的 哦 不是真的 不一定是這個就是真的 如果它是餵蜜蜂吃糖水的話 你是拿到糖水蜜哦 哦 所以這個 它糖水的顏色會比較淺 如果是蜜蜂跟著季節採收 它的潮呢 就跟著那個蜜的 顏色 顏色 而轉變 了解 所以這個大家要了解 所以這個是 喝糖水 喝糖水的蜜蜂 好 那等一下廣告回來呢 我們要教大家 就是到底我們還是有點 就是混淆的 就是我們要吃什麼比較好呢 除了 我都知道蜂蜜 還有蜂蜜蜜 要糖水蜜蜜 所以要吃蜂蜜 對 蜂蜜蜜蜂蜜 現在很多這樣的東西 是 什麼樣的人適合吃什麼樣的蜜 我們等一下回來跟大家分解 是的 很多人就會問說 我們今天講蜂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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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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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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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你只要选一样东西吃,肯定的,疯狂家 但是疯狂家不好吃,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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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而且很贵的 其实它的价格的话,如果你讲什么都不需要,就只吃一样东西,是非常的最低的 对,因为刚才像Candy说,为什么?像一个疯狂一样 蜜蜂里面的皇帝就是那个,只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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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食物啊 对啊,你看他一世只吃一个食物啦,我们吃的什么,那些任务啊什么东西都吃,对不对 挺好,平时那一蜂子只活一到两个月,它可以活四到五年哦 对,主要的就是蜂黄酱 是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呢? 蜂黄酱本身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它有保健啊,营养啊,还有食疗的效果 所以主要的是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它里面有氪酸,有叶酸 氪酸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人体的非常重要 这个成分可以抗老化,王姜里面还有一个叫王姜酸,或者我们叫葵西酸 这个东西呢,是在我们整个唯有独尊的只有王姜里面有 其他的食物都没有 是哦,抗老化很重要,来抗老化,对了 所以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真的真的,在其他的食物里面都比不上的 那么它的那个,它里面的那个氨基酸,非常的完整 尤其是必须的氨基酸 必须氨基酸来说呢,就是很多食物里面呢,你要去吃很多样东西 可是你想一下,你吃凤凰姜,你要的全部都有了 是,我们这里说它有什么功效? 补肝健脾 补肝健脾 提高免疫力 预防动脉硬化 促进造血能力 调节胆固醇,血糖和血压 改善便秘,睡眠和风湿 哇,什么都可以 是的,是的,你看最重要的这一点,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营养成分 现在的人好像三高都有 都是缺乏这些 对肝,它非常好 对我们的脑部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讲从头到脚 从我们的头发开始,到我们的脑 它帮助记忆 预防老人家,老人痴呆症 还有小孩子如果读书很压力的时候,要应付考试 这个凤凰姜给他吃一些 让他比较镇定,然后他记忆会比较好 像我们工作的压力也是很大,我们可以吃吗 是啊,非常好 像我本身呢,这个是我的Energy Booster 对于凤凰姜,我每天只要吃这样小小的一茶匙 我可以从早上到晚上,都很有精神 我看到桌上这边有烈质黄姜,还有假黄姜 怎么分别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假黄姜 这个呢,就是时常呢 消费者呢,会在哪里买到 就是一些咖啡店啊,还是你是吃巴骨头啊 人家拿着就说,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凤凰姜,记得记得记得,凤凰姜呢 不可以这样子卖的,凤凰姜要冷藏的 要放在雪柜里面呢,零下十八度 那么它可以收藏两年 如果在普通的冰厨的温度,五度到十度 它最多是可以放一个月到两个月而已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凤凰姜,摆在外面卖的呢 肯定是 这个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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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就不看这个,如果他讲过往现在就不理他 所以要放在那个冷藏的那个地方 一定要冷藏 而且冷藏你的是一般的冰厨只可以两个月而已 是,普通的,你放菜啊,放水果那个位置呢,就是两个月 如果我们放上去,上面那个呢? 两年 雪冰可以那里面 OK 那么这个劣质的王姜的话,第一,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那个王姜的颜色这样子的 这个是已经坏了的王姜 就是有一点像巧克力,那个牛奶糖啊 我们这个比较一下,Cathy 我们这个比较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的差别很大 所以就是说如果还是变质了,就是坏掉了 是是是,这个是完全没有办 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好的 这个是已经变质坏了 对,这个颜色差别很大 或者如果是你看到有一些还没有变到褐色之前 它好像已经是卤白色的 那个其实也是变质了 哦 所以如果你看到任何的麦王姜 只是放在补充的冰厨 记得记得,不要跟它买 了解 因为这个一定要在冰冻的地方 要不然你买回去呢,你花的钱 可是呢,没有那个疗效 了解 没有那个疗效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要注意到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讲褐黄酱不好吃呢 它的味道是真的这样超高 你要不要试一下 哦,我要哦 你要试一下吗 因为呢,其实我也是没有太大的勇气要去试 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总是有一股很嗆的味道 好像就是比如说 你吃过吧,对不对 我吃过,可是我已经忘记这个味道了 其实真的吃是一茶食 哦 那么吃的方法,我先跟你讲 放在石头下面 放在石头下面 抬着它,给它自己拥卷 因为它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石头下面 嗯 直接渗透到我们的西方体内去了 这好像是苦药这样的话 哈哈哈哈 它的味道呢,是酸腥式辣 苦口良药 对,我所常讲的就是 如果你有吃芥末啊 或者有吃优格啊 应该还好嘛 哈哈哈哈 对,它味道真的是 含不上是可口 跟可口差很多 对 然后又有一点点带 不是说什么腥味啦 但是就是怪怪的那种 是是 那种不讨好的味道 可是如果想说 它是真的对我们身体这么有益的话 我觉得说你吃了久了 应该就会习惯了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虫的味道 哈哈哈哈 不是,它本身呢 它其实有点青色 就很香那种 真的有那种虫的味道 酸、辛、色、辣 对 它没有虫在里面 你不用担心 它有点酸的味道 可以 假男性有点像虫的大便的味道 哈哈哈哈 可以这样形容 是真的有一点 不是那大便有点太怪怪的味道 是烤的味道 很多怪怪的味道 通常店是谁做的呢 其实是小蜜蜂 刚出世呢 差不多三五天到十天的小蜜蜂 它的头部 只有那个年龄层的小蜜蜂 它有能力制造蜂蜂 那个那个年龄层的蜜蜂 我们也叫它做奶妈蜂 因为它的头部的一个线体 蜂蜂蜂 它可以制造蜂蜂蜂 用瓜粉 制造成蜂蜂蜂 然后喂那个小 刚出世的小baby 哦 同时也喂养了那个 那个 所以其实呢 你看它就是蜜蜂的食物 也是呢 刚出世的 baby 的食物 它吃过后一个 牛奶的一种奶味 没关系啦 每个人口味都不一样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 对 最重要的就是说 这个蜂蜂蜂 它其实适合什么人吃呢 刚刚我们讲过的 像小孩啦 孕妇啦这些 我们都很关心 是可以吃呢 可以吃 好像很多的 这个有一些 科学的研究 甚至于那些 早产儿 他们 只要他们不对 这个蜂蜂蜂蜂 敏感的话 他给他吃 他可以帮助他 所以你要去 确清楚 你自己有没有 这个对蜂蜜 就是对这个蜂蜜 有这些有没有 敏感体质 如果没有的话 其实都ok 所以花粉有敏感的人 可以吃吗 可以 就是说 你要知道 很多人说 他对花粉敏感 其实少数 所以一千个里面 可能三五个人 在我们的国家 应该是属于比较少的 比较少 我们的国家 比较少 所以如果我是 那个 这个母乳的妈妈 可以吃吗 非常好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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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水 我们说奶水 会很足够 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吃多了 它可以去斑 去皱纹 还有滋润皮肤 是 哇 这个太厉害了吧 是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这个呢 这个蜂蜂蜂蜂 你除了吃以外 你也可以外用 你可以拿来做Mask 哦 哇 这太贵了吧 它的本钱不到五块钱一顺 哦 还便宜过你外面 买的任何的Mask 哦 可以这样子拿来做Mask 可以拿来做Mask 可是当然最好的 还是不用 对 了解 不用的话 皮内的话 全身的细胞都会被修复 是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 非常的谢谢Cathy 因为跟我 让我们知道说 像这个蜂蜜 如何去分辨它的针尾 蜂蜂的认识 还有蜂蜂浆 我们现在知道说蜂蜂蜂是最好的食品 所以呢 如果说有能力的话 或者是可以的话 我觉得说你就自己要做一个选择 其实两者都可以结合一起来 如果你是不喜欢蜂蜂的味道 那么呢 你可以拿这个一份的蜂蜂蜂 这样一茶匙 然后呢 放一汤匙的蜂蜜 你可以跟它搅拌一下 混合先 先混合才加水 记得蜂蜂蜂 它在水里面 它是浮在上面 哦 因为它里面的蜂蜂 的那个 那个 有基酸 有很多 还有那个脂肪酸 然后它会浮在上面 所以你要先跟蜂蜜 了解 混合了过后 才加水 再加水 那么这样五喝 就很好喝了 好 好 在这 谢谢Catty 谢谢 好 广告回来 马上有 Chefing的教大家做甜品 甜蜜的一天 今天的甜品很好吃 哈哈 有巧克力不要走开了 好 Oi 这个